首先的話,上個星期是第四次上課 今天的話第五次上課 所以前面已經講了四次 所以請同學一定要把前面的手,尤其是回圈 回圈的部分的話,其實難度已經算是 相較於前面的邏輯判斷或變數,其實來得更加複雜 尤其是換回圈 其實換回圈、負回圈,其實差不多 那這些主要就是說,如果你將來會有重複 需要重複處理的事情 那當然你就要第一個想到回圈 那回圈當然對於電腦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可是對一般人來說,其實很麻 一般當然不會喜歡做重複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假設有一些重複事情需要處理的話 尤其是大量重複處理 那建議的話是把它用那個回圈的方式敘述 那上個禮拜的話主要重點有那個猜數字遊戲 所以如果請各位回去試著寫寫看 因為程式如果要把它學好 最重要不是說你學多少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要能夠把它寫出來 所以盡可能花一點時間 就是說也許你可以重新開一個那個新的文件 那試試看,開一個新的文件 然後把上個禮拜那個猜數字遊戲在那邊寫出來 那猜數字遊戲的話,我們其實有 講了至少兩個版本 一個是原來的寫法 比如說一般習慣當然就是在那個畫圍圈後面加上判斷 不過如果在畫圍圈後面加上判斷的話 那其實你會發現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這個原始版本 就是說如果你在這個地方判斷說 G的話是拆的數字 跟這個電腦產生的亂數 兩個一比較,如果不等於的話 那所以你畫圍圈這個後面是叫一個邏輯 也就是當他兩個相等的時候 那就離開圍圈 那也就是不等的時候 讓使用者不斷拆 那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會有一個輸入 這邊有一個輸入 這邊有一個輸入 所以我後來把它改成一個 我覺得比較經典的版本就是說 如果我不想要有三個重複的輸入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第一個我把那個畫圍圈當成是一個無窮迴圈 那所謂無窮迴圈就是 反正我這個畫圍的作用 主要就是說讓使用者不斷進入到這個迴圈 那如果說你有那個 比如說有點像油門 那一定要有一個break 讓他離開 什麼地方break呢 就是當他打對的時候 那打錯的話 當然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比較小 一個比較大 然後再提示一下就好了 那輸入的話 因為那個迴圈只有當成輸入部分 所以呢 只有當成那個就是重複的部分 那輸入的話 其實就放在下面就可以 所以將來你們其實可以 理出一個固定的規則 像我自己如果要寫一個類似 就是不斷讓人家拆的話 那我通常會先 反正有點固定流程 第一個 壞了一帽 意思是你繼續拆 就不斷拆 接下來效益行的話呢 就讓他輸入資料 那輸入資料之後的話呢 由誰判斷 由這個邏輯來判斷 那這個邏輯裡面的話 一定會有一個 如果什麼狀況發生的話 就要離開 所以這個邏輯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break 如果沒有break的話呢 他就沒辦法離開 所以類似的這種程式還蠻多的 所以你可以大家有固定的寫法 先畫一帽號 然後輸入 輸入完判斷 那判斷的話呢 在哪個地方離開 我覺得這樣的寫法 還蠻 蠻精簡的 而且蠻好記的 那以後的話 類似 像這樣的小程式 通通都可以這樣寫 所以你會發現 我底下的那個什麼 Myth CAI有沒有 其實寫的方式 有點類似 一樣先畫一帽號號 所以我這個在底下 這個有沒有 畫一帽號號 然後一樣輸入 再來做判斷 那只是差別 因為那個 Myth CAI 它的資料是一個串列 所以呢 變成說這個串列 如果要取得哪一個串列值的話 那一定是要用中國阿虎 那可能有些同學 可能對於串列 因為我們還沒學到 所以我先講一下 串列非常重要 因為未來 如果你有大量資料要放的話 那一定是放在串列 OK 也就是說前面呢 如果你放文字 只能放一個 數字也只能放一個 所以你有大量資料要放的話 記得要用串列 所以今天開始 我們要從再來講第五單元 第五單元最重要的其實就是串列跟檔案 OK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資料型態 就是說如果你將來呢 有不值一個資料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學會如何使用串列來放資料 OK 好 那其實串列的英文名稱 其實就是List 其實List 其實翻譯 它叫翻譯成串列 也沒有不對 不過List 其實 一般中文名稱的話呢 或許也可以叫清單 有沒有 List 就清單 那這個所謂的清單 其實你可以想像成那個類似Excel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Excel其實蠻好用的 因為 為什麼 因為Excel的話 它其實就是有很多清單 那清單 你可以把A欄 A就是A欄的清單 B欄B欄的清單 C欄的清單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有很大量的資料放的話 可以想像成一個欄 有沒有 然後把資料分別放在欄裡面的話 就類似像這樣子 那只是差別在哪裡 Excel看得到 但是 串列 它看不到 除非你把它Print的出來 因為它放記憶體裡面 OK 好 所以 串列要怎麼操作 你不能用像 Excel裡面可以用滑鼠鍵盤來操作 那變成你只能用什麼 程式來操作 所以你要知道有幾件事情 串列有哪一些比較重要操作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其實就是Function 就是它的函數 OK 那比較重要的 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的話有一些像 如果你想知道 這個串列大小的話 你可以用LEN 那所謂的串列大小 就是說 這個串列裡面放幾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跟資料中間 會有逗點隔開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Mence CI裡面那個 有沒有 12個月份 那其實如果要算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假設這樣 這個 這個有沒有 Mence CI 總共1到12月份 OK 那總共有12個清單 但是如果你LEN 你會發現 他得到 這個應該會得到 得到13 因為呢 我把第一個資料給空白了 OK 所以這個如果用LEN 得到的結果 他刮弧 把這個MS放進來的話 所以這個MS 得到結果 等於13 那你說老師不對啊 裡面不是明明12個月 為什麼多了 會變13 答案應該在這裡 多了這個東西 那你說老師 你幹嘛沒事 都放一個空的在這裡 還有個很重要的觀念 串列的編號 我們的一般編號 從1開始對不對 可是呢 串列的編號 從多少 從0開始 這個也是比較麻煩的 因為你說 編號為什麼 從0開始不從1開始 沒辦法 這電腦的規定 所以有的時候 寫程式的時候 為了避免說 那個從0開始 你0的地方放1月的話 那變成說 0跟1相差1 那我以後要去換算很麻煩 有沒有 每次要加1-1 那最好的方式 我覺得 把第一個空白 就是0的地方不要使用 這樣的話 你會把1月 就是1 它的編號 編號就index 說影值 那這個就2 這個就3 你會發現 剛剛好不就match 它的那個英文名稱嗎 這樣就最直覺了 可是你說老師 那如果不這樣 不空下來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可是變成 將來你的1月 它的所影值變0 所以如果當使用者輸入1 的時候 那你要跟0 比才是match 所以變成它輸入之後 你要-1 再來比較 才會是正確的 所以很多時候 那個所影值就很難了 因為它每次要-1 那你要 腦袋要-1 才能計算正確的 所以光這些 我覺得很容易寫錯程式 就是像我個人習慣就是把它空下來就好 這樣的話完全不用管 要不要-1加1的問題 那它最大的缺點就是要把0 空下來就這樣而已 那你說 有什麼 有啦 它浪費一點空間 浪費多少 浪費一個bite 那一個bite等於就是說 有點像是如果你今天遲到 老闆說我要罰你錢 罰多少 罰一毛錢 好 那我每天遲到好了 對不對 每天遲到加在一起 二十六天加在一起 二十一毛 一個 一個乾淨我給你三塊錢 對不對 那根本好無感覺嘛 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 空下來 相對是利大於幣 OK 利 常常看到有個利大於b 有沒有 我常常說利為什麼大於b 原來是利大於幣的意思 那表示說 然後 根本 如果比起來的話 那我覺得這樣寫 反而比較聰明一點 對不對 沒事幹嘛 一直在那邊轉彎轉彎 OK 所以程式我跟你講 真的要寫聰明一點的程式 不要沒事 一直要 要一直在那邊 算來算去 算來算去 那最後頭會很暈 所以像我的習慣 寫程式一定要寫得很 很聰明吧 最好是越簡單越好 然後你根本完全不需要 特別去背程式 然後可以很直覺 那就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這樣的話 我覺得 以後再寫程式 就會是一個非常愉快的經驗 可是大家怎麼做 所以這邊我提供給各位參考 就是可以空下來 OK 好 那再來的話 還有哪一些 算長度 還有就是算那個範圍的大小 那個 範圍裡面哪一個字最小 mini 最大是max 然後所影值的話 是index 算裡面出現什麼的次數 count 這個count 有點像count if 有沒有 在ecell裡面有個函數叫count if 類似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函數 叫append 這append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要把一些資料 放到清單裡面的話 那就是append 把資料放到清單裡面的話 那就append 記得喔 串列它一定是中瓜糊喔 所以如果空的串列的話 就是中瓜糊 表示我要產生一個空的清單 那我怎麼把資料放進去 很簡單嘛 用append 把資料就放進去了 所以喔 空串列 配合append 就可以把資料寫到裡面去了 OK 然後其他的話還有什麼 extend 這比較少用 insert等等的 還有排序 顛倒排序 跟正向排序 好 那我們大概知道有這些功能 接下來來練習一下 所以喔 如果假設我要模擬一個 一個程式 輸入成績好了 那這個成績的輸入部分 我第一個 我不知道要輸入幾個成績 那我是希望說呢 輸入完之後呢 你幫我把它計算 當然要計算啦 比如說總分平均之類的 那比如說我輸入 我是第一個希望輸入幾個成績 但是我不確定輸入幾個成績喔 那什麼時候結束 當它輸入負一的時候結束 如果當它輸入負一的時候呢 我把這個回旋跳離 並且幫我把它輸入成績列出來的話 那我該怎麼寫 enter一下 OK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喔 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輸入的總共有幾個成績 總共有四個成績 那輸入完之後 當我輸入負一的時候 它會幫我把什麼 把這四個成績存起來 存到哪裡呢 存到一個串列裡面 所以你會看到底下一個中刮弧 然後分別把這些成績放到裡面去 所以喔 如果今天我要寫出像這樣的一個程式的話 首先第一個 沒有懸念 一定要用串列 因為在那個python裡面 你如果用自串 自串也沒辦法 自串只能一直串串串串串串 那如果你要把資料放進去的話 第一個用串列 所以串列一定是中刮弧 空的 所以你要先宣告一個空的串列 第二個的話呢 當它不是負一的時候 把這個資料寫到裡面去 寫到裡面去 寫到裡面去就append OK 那當它等於負一的時候 就把它break掉 所以喔 如果我要寫這樣的程式 該如何寫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應該不難 所以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已經寫好的 我把它這個地方先 delete 就掉了 大概前面 我想應該大家都看得懂 第一個喔 你要產生一個空的串列 OK喔 所以記得喔 空的串列 前面好像我們有初始值等於0 有沒有類似這樣 也有初始值等於什麼 等於這樣子 雙引號的話就空字串 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0就是一個數字 有沒有 然後雙引號它就是一個文字 初始值 然後呢 我們如果說要給它一個空的串列 就是這樣 空的串列 中瓜弧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程式需求這樣 讓它一直不斷的輸入 直到它輸入負一為止 所以喔 這邊有個關鍵喔 不斷喔 不斷的輸入的話 那就記得回圈 回圈 可是問題它有沒有範圍啊 它是只能輸入一個 兩個三個 四個五 沒有 不管啦 反正它就輸入啦 輸入到它輸入負一為止 OK 所以喔 如果不確定範圍的話 還記得吧 一律用 壞有一帽號 所以喔 上個禮拜那個範例 我覺得 還蠻可以當一個蠻好的範圍 反正呢 不管你以後想到 不確定範圍 壞有一帽號先好了 第二個 下一行是什麼 輸入 所以記得 讓它輸入 請輸入那個學生的成績 那因為會有轉型問 它可能有小數點 所以呢 我用EVO EVO還記得啦 如果沒有小數點 就INT嘛 那如果有小數點 就Float 不確定的話 用EVO 所以不確定 好 好 那前面的話呢 用一個變數來接 什麼變數 用假設啦 INS GO好了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已經輸入個成績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 判斷 所以喔 1 二 輸入 三 判斷的話 總共會有幾種狀況 第一個 反正它輸入的是成績 那就讓它輸入 反之它輸入負1了 那 我就讓它BRAKE掉 就停掉 然後最後呢 再把它輸入的資料把它拼得出來 OK 所以底下就是第三 所以有沒有 欸這個還蠻好用的 上個禮拜那個寫法有沒有 然後第二個輸入 第三個邏輯判斷 如果 什麼情況下 它要把 這個成績要輸入呢 當它不等於 負1的情況下 所以呢 INS GO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輸入一個INS GO 它如果不等於 不等於還記得吧 清探號 等於 不等於負1 OK 如果它輸入的資料不是負1的話 那我就把什麼呢 把這個成績 放到這個SCOLE裡面 那怎麼放喔 記得喔 它這個空串列對不對 把它放前面 然後後面的話 記得我剛剛講 有個方法叫什麼 APPEND 剛好第一個 所以你點一下 這邊有個APPEND 點兩下就OK 然後把它的成績 就是INS GO 放到APPEND裡面 這樣的話就是什麼 把成績輸入到SCOLE的這個空置串裡面 那比如我輸入89 它就會中瓜戶裡面就放個89了 OK 那反之的話呢 反之是什麼呢 ILS 冒號 那如果呢 它不等於負1的話呢 那就輸入 可是喔 反之就是它什麼 相反的 它等於負1了 那等於負1的話呢 那當然呢 我們 就是要把 程式離開 因為畫1冒號 變成無窮迴圈嘛 所以你一定要有個出口 就是當它是負1 所以這邊記得加一個什麼 BREAK 打一個BREAK 打一個BREAK 這邊出現了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最下面一行 就把它PRINT著 PRINT著什麼 PRINT著 OK 然後把這個SCOLE 給輸出 那你可以看到啦 輸出什麼 所以我剛剛輸入就是 這個 先輸入89 它是不是負1 它不是負1 所以把它放進來 APPEND進去 OK 所以它有89 再來把56 再輸入 它是不是負1 不是 所以再輸入 87 23 好 當它輸入負1的時候 它是不是不等於負1 它是不是不等於負1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相反的是 處 所以 FALSE 所以Ls的部分的話 就BREAK 那BREAK的話 當然就是 不要再進到這個上面的地方 不是繼續 而是跳反方向 下面這個地方 所以它就把這個 串列 給列印出來 所以得到的結果就變這樣 89 56 87 23 OK 這樣的話 我們就得到最後的結果 只是說 你列印出成績了 但是 我在計算結果的爆表 請你告訴我三個訊息 第一個 到底你輸入幾個學生 第二個 到底 你的總分多少 第三個 你的平均多少 甚至你的最高分 最低分 到底是誰 OK 那我要怎麼計算 所以 如果你已經有一個串列 對不對 那你怎麼知道裡面有幾個 還記得吧 剛剛有幾個 LEN 有沒有 LEN 把這個scope放到LEN 所以你LEN 把這個scope放到LEN裡面 這樣就知道幾個人 那怎麼知道 它的總分 其實跟那個ecell有點像 外面包一個sum函數就可以了 因為Python裡面 一樣有sum函數 總分 平均的話 你說 有沒有average 有沒有 ecell裡面 Average就平均 可是呢 Python裡面 我印象中是沒有 我不知道新版有沒有 目前好像沒有 如果未來有 當然你就可以直接用Average 可是沒有也沒關係 怎麼做呢 你就把總分出於它幾個人不就好了 那不就平均了嗎 OK 所以平均得到了之後 然後把它列印出來 所以啊 我希望最後看到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第一階段 我是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一頁的地方 就這一個 那第二個 我希望看到什麼 告訴我總共有幾個學生 然後總分幾分 平均幾分 而且平均我希望喔 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類似一個簡單的計算結果吧 當然就是一個簡單的報表 OK 幫我把結果跟 幫我列出來 這個地方開始 它後面還可以再 衍生就是最高分 最高分就是什麼 max 然後mini 就是最低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把那個上個星期 因為上個星期這個是 我剛剛有特別提到的 這個是 那個什麼 才數字遊戲 的第二個精簡版 這個精簡版我蠻推薦各位 可以用這種方式寫 因為還蠻好記的 有沒有 反正不管 不確定要輸入幾次 就壞了一帽號 第二個 輸入 第三個判斷 但是判斷裡面 一定要出口 一定要break 所以壞了一帽號 一定要在 邏輯判斷裡面 找一個 邏輯 是 一定要break的 如果你沒有break 哇 那糟糕了 永遠 沒辦法停下來 所以如果剛剛那一題 沒有break 那就永遠一直跑了 它沒有break 即便你輸入-1 它又彈回去了 繼續跑 那輸入到什麼時候 輸入到當機為止 如果當然你如果 不想當機 你可以按下停止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先試一下 把那個 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在第五個單元的第一頁 先試著輸入看看 瞭解如何建立一個 空的範列 然後並且把資料給放進去 這邊有個 scope.append 把資料放進去